新年恭喜 同城团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扬眉吐气 宏图大展 大家好 新年有没有东西可以看 没有东西可以看的话 跟大家补一个遗珠之汗 其实我也想了很久才把它看完的 我说过我看日剧的时候 或是看日本的电影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种闷闷的 心里一种很沉重的感觉 我不是很喜欢看 可是在Netflix上面呢 我就看到 哇 这部电影叫做在车上 终于上片了嘛 于是有一天这个半夜的时候 把它点开来看 还算流畅啦 因为第一个它是名著改编嘛 非常忠实的去呈现这个名著 那所以它又得奖 包括国际的就是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影片啊 然后男主角也得到 影评人协会的最佳男主角奖 那所以我觉得蛮值得一看的是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它透过不同的情景 不同人物的 不能剧透 不同人物的 从自己的视角出来看事情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 我常常说 就是有很多的夫妻失去了孩子的过程中 事实上 这道欢迎很难维持下去 那这个剧其实就讲到这个情况 他们痛失爱女 在小孩子四岁的时候 然后就失去这个女儿 然后所以夫妻之间 勉强维持维系在一起 但是呢 太太因为受了很大的挫折 所以呢 她的精神出了一些状况 她即使还是很爱这个先生 但是她必须透过不断的外语 才能够维系她的灵感吧 她要写剧啊 创作剧本啊 那先生知不知道 知道 可是呢 她选择懦弱的逃避 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一直在有一天 她太太突然脑溢血死亡 所以她在 就像一个压力锅一样 她的痛苦跟愤怒 事实上无处宣泄啊 那因为她还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 所以就有人出资 让她去导一个舞台剧 然后让她去挑演员 然后知道说 因为她有青光眼 男主角担演了这一个演员 她除了自己本身是演员 她在剧里面演的就是一个演员 知名的演员 她有青光眼 所以她的视角越来越窄 所以呢 开车会住车祸 那出资的人就怕说 她会再住车祸嘛 所以呢 就帮她找了一个 驾驶 帮她打招了一个开车的人 这开车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那有点同色 就是好像是她的女儿又活回来了 如果她女儿还在的话 今天也是二十几岁的一个 年轻的那个少女 变成从少女变成一个小姐了 所以 为什么推荐大家看呢 她有很多层次了 所以我知道官家有人问我说 我喜欢开跑车我开什么车子 我其实之前有好几好几辆车子 那我喜欢保时捷 因为保时捷其实她的整个车体的设计 就是流线型的 就是在德国来说 她就是一个很风云的女孩 很风云的少妇 或者很风云的女孩 胖胖的像德国 有点肉肉的那种女生 那我喜欢她的车的外形 我到今天还是开保时捷 是我先生留下来的车子 所以我开那台车的感觉感情 跟在车上 这个电影其实很接近的 因为 她一直不能割舍那台车子 十几年的车子 很关键的因素完全可以体会 所以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其实蛮触动的 对我来说 有点压力 但是我还是把它看完 那 这个剧不要说 你看到这个故事演完了 你就不看了 她一样 她有一个片尾在后面 就是最后这个女孩子 去商店买东西 然后上车的时候 车上有一台 有一只小狗 那看起来就是 她跟那个小狗相依为命 可是这台车就是 这个剧本里面的那台车 所以男主角把这个车 送给这个女孩子了 她终于放下跟她太太 这一生 二三十年来的 跟怨情仇吧 那过她自己的人生 而这台车呢 就由这个女孩子继续往下开 所以她的剧名 英文的名字其实是 Drive my car 开着我自己的车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遗珠之汉 所以在Netflix的十大影片里面 我觉得 如果你今天过你过到今天 你没有东西可以看了 追剧追到没有东西可以看了 可以看 在这上 那另外还有一个影片也不错的是 叫做沼泽谋杀案 沼泽谋杀案如果是看这个剧名的话 就会觉得说 他应该是在 是一种悬疑片 法庭剧悬疑片 然后最后我们要追出真凶是谁 那其实不是 这个援助是一个畅销的援助 那我觉得她是整个精神是在讲 一个女性如何独立过日子 独立生活 在被排挤 在被社会不认同的情况之下 她一个人从十岁的时候 就住在沼泽里面 如何谋生 然后如何在碰触到感情的问题上面 遇到渣男 诈骗感情 那她怎么用她从大自然里面 所学到的智慧 如何继续往下走 那所以在家暴 在遇到渣男 然后这个女孩子还可以 得到一生幸福的人生 然后成为一个自然学的 她很会画在沼泽 在沼泽丛林里面的各种昆虫 各种植物 所以她出版了很多的书 变成畅销的作家 她有钱可以去 她的老房子可以重新remodel 我也推荐这个剧 我本来看的时候会害怕说 这个剧会让你觉得说很无聊 其实不会 它让你看很多沼泽的美丽的风光 那法庭戏其实只有一点点 那以及这个女孩子的整个 心路的历程都带得很顺 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畅销的 因为她的小说本身就是畅销的原著 所以如果你在过年期间没有电影可以看的话 这两个电影可以补大家的遗珠之汉 就不然是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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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